欢迎来到Noyantv频道,请订阅频道,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。 如果 热巴综艺造型曝光,桃花眼惊艳,妩媚多姿,一贫一笑近视风情。 迪丽热巴在开始推理巴二中的造型多变,新造型暗黑洛丽塔风格惊艳。 她以美貌和反差感吸引观众,呆波剧萧起青壤和利剑玫瑰将展现她不同角色的魅力。 推理悬疑类的综艺也是这几年的爆款,从明星大侦探到密室大逃脱都能看出这类综艺的影响力。 对比之下,开始推理巴算是综艺界的新生了,这档节目一共上线两季,近日开始推理巴二也迎来了最后的收官。 除了综艺里的案件内容,演员之间的爆笑互动之外,新加盟的迪丽热巴,绝对是这档综艺的话题女王。 综艺保持着两期一个案件的节奏,而每个案件故事里,常驻都会有完全不同的造型。 在最新一期上线之前,迪丽热巴的美套造型都出圈了。 军阀女大佬造型,是一身长袍外套搭配长靴,洒爽不已。 美搞校园造型,又也又甜,既有甜美的少女感,又有欧美高校男搞女孩的甜酷感。 AI美女造型,机械感十足,热巴的建模脸在这套造型里,被完美挖掘出了优势。 而在最新一期节目中,热巴的造型也持续在线。 这一期中,热巴扮演的角色名为巴比,是一位玩偶首席设计师,他一出场就穿了一身暗黑洛丽塔风格的挂脖裙。 裙子以黑色和暗红色为主调。 搭配玫瑰的元素,配合蕾丝蛋糕裙和黑色丝袜与透纱的设计,更有一种妖魅性感的味道。 出场时,热巴踩着巴比高跟鞋,一步又一步,摇曳生姿,手里的扇子轻轻摇着,配合着一声穿透力极强的wake up,瞬间进入角色,并且成功唤醒观众的视觉和听觉。 或许是演员的职业性,给了热巴在真人秀里的信念感,他对角色的演绎不仅仅是为了推动推理剧情的cause,更是成为角色本身完成的一场表演。 正是因为如此,综艺中进入角色的热巴,总是用抬起下巴,俯视的眼神展现着角色的高傲金贵。 这种表演的信念感,让热巴的这一套综艺造型完成度更高。 当然,进入角色的前提是符合角色,热巴的外形优势才是成功演绎巴比的关键,也是吸引观众目光的条件。 浓颜细长相的热巴,一向都是红毯霸主,美貌的代名词,擅长用颜值吸睛的热巴,只要遇到适合自己的造型就是锦上添花。 这一套暗黑洛莉塔的裙子就在迪丽热巴的美貌舒适圈里。 看似随意,但其实造型感十足的发型,给了热巴一种飘逸的美感,适当的碎发展现了一种美得很轻松的松弛感。 而视线下仪,就是迪丽热巴明艳动人的脸,她脸小,五官又很紧凑,巴掌大的脸上夸张的大眼睛和高鼻梁,更有一种攻击性十足的美貌,深邃的美眼,立体的骨香,让这一套造型相当抓人。 尤其是当热巴侧过脸的时候,比我的人生规划还要清晰的夏合线,狠狠拿捏着浓颜审美的观众。 不仅如此,热巴的身材比例也是一绝,她头肩比刚刚好,没有出现很多女明星那种头大身子小的感觉,漂亮的肩颈线也像海鸥线一样流畅,在热巴裸露的皮肤部分, 也能看见她作为女明星极度自律的一面。 而且,除了客观意义上的美之外,热巴身上的美也是一种感觉,热巴在神情,气质上展露的吸睛力,才是最要命的。 在热巴工作室放出的一段视频中,烟雾缭绕,朦胧的白烟像是一层白纱,将热巴的美貌衬出油爆琵琶半遮面的美感。 而在对脸的特写镜头里,热巴完全沉浸角色,眼神带着不问世俗的高冷,夸张的桃花眼明明充满禁欲感,却又在眼波流转之间,传递一种妩媚的暗示。 当热巴伴闭着眼睛,仰起下巴时,他整个人都染上了几分堕落沉醉的美感,流畅的面部线条,配合热巴的表情管理,一瓶一笑近视风情,隔着屏幕,热巴与镜头对视的每一秒,都让观众越看越带感。 而当热巴直白的直视镜头时,夸张的烟熏装让此刻的他多了几分杀气,一把折扇轻触红唇,他就像带刺的玫瑰,暗夜的杀手,用美貌杀人,而且从不失手。 妩媚,霸道,冷血又是血,热巴的新造型更有种吸血鬼大片的效果,让人不寒而栗,也让人被美貌迷惑。 难怪,迪丽热巴能在红毯上大杀四方,这硬件条件和时尚表现力,简直绝了。 当然,热巴能长红,不仅仅因为美貌,演艺圈的美人太多,能让他持续吸睛固粉的其实是他身上的反差感。 他本人其实是一位生活感不强的女明星,因为美貌太有攻击性,所以哪怕穿着一身休闲服,他都难以遮盖身上的星光。 可是私底下热巴又是小女生的个性,他不像红毯上这么张扬明媚,也不像综艺里过剧情时那么霸道妩媚,相反,他会在很多细节中展现性格里可爱的一面。 就比如在综艺中,热巴经常会因为抓住了某某某的小把柄,露出得意洋洋的怪表情,有时候是瞪大眼睛的差异,有时候是歪着嘴巴的耍宝,他这一身暗黑风十足的造型配合他软萌的少女表情,反差感这不就来了。 当然,演员想要长久的被观众记住,还是需要角色扎根,这些年热巴最深入人心的角色还是早年间的高文,凤九,后续塑造的乔晶晶也小有出圈,但是相对于他的顶流人气,远远不够。 目前,迪丽热巴的呆播剧一部是都市奇幻类型的萧启清壤,一部是打拐题材利剑玫瑰,从两部剧已经放出的预告来看,热巴对于主旋律题材的驾驭能力依旧有限,但是他真的很适合饰演一些又美又萨的美艳狠角色。 萧启清壤预告里的他就很怠感,不过影视剧毕竟不比综艺,在造型方面没有那么大的创作空间,不知道在剧中的热巴,能不能继续发挥美貌的最大值,吸引观众入坑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,充满活力。 再见。